第234集 杨柔欣摆了顾清衡一眼 不是 你没发现那女人很熟悉吗 走 跟上去看看 那女的 顾清衡皱眉 忽然瞪大了眼睛 懂事 是啊 虽然她现在浓妆艳抹 可是我不会认错的 真没想到呀 我的四婶 还挺有本事的 竟然也能过得风生水起了呢 之前在小刘庄跟了五大 发现观青书而跑掉了 这么快又有了金主了 顾清衡冷笑一声 哼 我看是做皮肉生意的 还真豁得出去 唉 她不做皮肉生意 还能做什么呀 杨柔欣叹了口气 扑得出去才有钱呢 刚才那男的 可是给她买了那么大一个金戒指呢 两个人跟着董红妹 一路到了城西北的一个巷子里 进了一个院子 这一块 就是那种比较低级的红灯区 来这里的女人 不要求姿色才艺 年龄也不限制 只要生个女人就行 里面的妈妈不抽成 只收房租 条件好的 自己租单独的院子 差点的人 可以租正屋 再差点的 就租一间厢房 反正 这个只要有抗 就能做买卖 董红妹 显然属于条件好的 自己租了个单独的院子 还有一些 合租的大门 都是开着的 有生意的在屋子里忙活 没生意的靠在门框上 磕着瓜子 或者发呆 一旦有男人经过 就会在那甩着帕子 笑着招呼 走吧 杨如新皱了眉头 扯了一下顾清衡 你打算怎么做 离开了那片区域 顾清衡看了眼杨如新 杨如新摇了摇头 我没想好 对于这个董红妹 她是真的不知道 要怎么处置 毕竟是二鸭的亲娘 而且也罪不至死 那就不想了 顾清衡笑了 哼 我让人盯着她 只要她不做过分的事 就让她自生自灭吧 好吧 等到两个人 回到方家的时候 却发现 此时的方家热闹得要命 跑步比赛结束了 结果又开始打牌游戏 语清歌做的扑克 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竟然开了四桌 主子吓人都分不清了 输了的在脸上贴着纸条 此时所有人脸上全都有纸条 就连方德华 冯氏 董文秀都没幸免 哈 星儿 快来 圆梦如脸上最少 就两根纸条 全贴在下巴上 看着十分的诡异 哼 那几个人 没搭档 你们正好再开一桌 没牌了 羊儿心笑了一下 就做了四副 你们玩吧 我呢 就负责看好了 大娘 你要加油啊 就这样 大家一直笑闹得很晚 才各自回房 袁梦竹和方德华梳洗之后 上了床 老爷 星儿跟顾家小子 忽然急匆匆地成亲 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 袁梦竹看了眼方德华 嗯 方德华的脸色 凝重了下来 今年北方雪在 听说冻死不少的牲畜 海春恐怕青草 都不能长了 青草不能长 畜生就活不了啊 你的意思是 会打仗 袁梦竹一下子 坐直了身子 孤庆很会去打仗 恐怕是啊 方德华点了点头 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援国为了抢夺粮食 一定回南下 到时候战争 就不可避免啊 他 他就是当年被一位神童的 蜀中顾家长子 酷裕 方德华叹了口气 唉 后来顾家发生什么 咱们不得而知 听说是顾欲大逆不倒 被逐出家族 之后这位神童 就彻底消失了 树中 顾家 对 虽然顾家 底蕴不厚 但是现在的家主顾盛 可是礼不上属 那可是储相啊 可是顾清衡 已经脱离了顾家 没有根基的话 他难道要从小士兵做起吗 顾家不行 但是顾清衡的外族家 却是地狱身后啊 同城书家 可是真正的树像门第 当年的书行 可是做过帝师的 方德华笑了一下 要不然 你以为八王十王那个 为什么会来这边呢 那他现在 干了太子吗 是的 如果真的打仗 太子必定是要有所作为 他不能亲自带兵 手下的人却不能不去 而顾大少 想要为自己讨还公道 就需要有实力 那么立军宫 就是最快的捷径了 那 那不是苦了心儿吗 袁梦竹现在 对这个干女儿 也是真心的疼爱了 唉 那丫头恐怕 早就知道了 所以才会这么快成亲的 唉 袁梦竹叹了口气 忽然瞪大了眼睛 老爷 这么说 你现在也属于太子一派 方德华点头 哼 听着干亲 不承认 都没人会信了 那 别担心 我原本其实没资格站队 毕竟官小 现在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不站 更何况 太子是储君 是未来之主 那么 我就是中君了 老爷不怪我就好 我干嘛怪你呀 方德华握住了 袁梦竹的手 我还要感谢你呢 说着 他眼看着袁梦竹 显得有些怪异 你这身体 也调养得不错了 我想 咱们再生个孩子吧 可以给泽尔 做个伴 此时杨如新 正在空间里 之前觉得 空间里的东西挺多 可是 真的要是 有战争的话 这些东西 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 他开始积极地 收割种植那些东西 只要成熟了 就收下来保存着 收完了那些 人参萝卜 杨如新又开始整理 从赵仪葱和装饰的书房里 弄来的东西 两个人的书房里 东西真不少 各种书籍就上百册 门房四宝也不少 这些 正好可以拿出来 给小家伙们 练字读书用 其中的摆件也不少 翡翠佛首 绿寿性 琉璃瓶 都是价值不菲 甚至 还有一张目箱子的字画 还在博苦架的 一个瓷瓶里 倒出了上百颗的珍珠 都是拂指大小 色泽均匀 一看就是上等珍珠 哼 还真是 三年轻之福 十年雪花银呢 姚如新一边整理 一边感慨 就这赵县令的身价 还真不是一般的高呢 咦 这还有锁呢 在里面的一个软塌塌的枕头里 竟然发现了一个盒子 盒子上上了锁 咦 说不定有什么秘密 还是交给顾清衡去看吧 除了这个盒子 另外还寻到一份名单一样的东西 看不太明白到底什么意思 这东西藏得这么隐秘 哼 拿出去给顾清衡瞅瞅 那小子知道得多 说不定能猜得到 接下来又继续看了看 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 这才给空间里昏睡的女人 湿润了一下嘴唇 闪身出了空间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大家起床吃了早饭之后 开始动身前往青莲寺 之前是三辆车 现在变成五辆 另外还多了六个骑马的侍卫 哼 三娘 虽然你看上去有些疲惫 可是没眼间 却透着风情 哼哼 姚儿心凑进了袁梦竹 调侃了一下 你个死丫头 连干娘也干取笑 袁梦竹羞红了脸 拍了一下杨如心 马上 你也成亲了 我看到时候 你羞不羞 哎呀 干娘 我可是大夫 我不是调笑你 我是说实话 姚儿心抱住了 袁梦竹的胳膊 你和干爹都还年轻 给则儿生个弟弟或者妹妹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 你要记住 我跟你说的排卵时间 那时候 最容易受孕呢 哎呀 我知道了 杨如心做了个鬼脸上了马车 宇清哥也挤了进来 对了 我那择地不错吧 这下你总不能再挑剔了吧 姐姐 你不会就让我跟她相亲吧 嗯 她年纪小 长得好看 还是官二代呀 哎呀 那小皮孩太幼稚了 宇清哥嫌弃地撇了撇嘴 这样的人 怎么能当相公呢 只能当弟弟啊 得了 那你还是哭老终生吧 杨如心摆了摆手 以后别找我了 我没有更好的了 嗯 姐姐 清哥姐姐既然没看上 那就介绍别人呗 三牛忽然抬起眼来 冲着杨如心 巧巧地 眨了一下眼睛 有道理 杨如心急忙点头 你们要介绍谁 宇清哥皱起了眉头 小曼呢 杨如心指了一下 坐在对面的杜曼 小曼长得漂亮 有教养 武功还高 跟泽尔也般配 我也觉得杜曼姐姐挺好的 关键杜曼姐姐靠谱 喂 杨如梦 你什么意思呀 你说我不靠谱 是不是呀 我怎么不靠谱了 宇清哥瞪起了眼 三牛摊摊手 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 杜曼有些羞丧 抬眼看着杨如心 哎呀 大小姐 三小姐 你们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好不好 她根本就不喜欢方少爷 而且这辈子 也没打算成亲 好了 看杨如心还想说什么 宇清哥忽然一抬手 别说了 你们不就是想用激将法吗 我刚才想了一下 反正暂时也没别的更好的 那我就中计了 看姐姐 怎么将那个小子拿下 杨如心和三妞对视眼 都露出一个 都露出一个了然的笑容 这丫头其实早就看上方天泽了 不过就是好敲一下 我看好你呀 杨如心抬手拍了拍 郁金哥的肩膀 肯定会将那小子拿下的 加油啊 刚说到这里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马鸣声 整个车厢剧烈地摇晃起来 杨如心反应迅速地 一手抓住了车上的把手 一手揪住了身边的郁金哥 杜曼也护住了三妞和小蝶 好在很快 马车就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 杨如心检查了一下 车厢里的人都没有受伤 这才松了一口气 钻出了马车 郁金哥也急忙跟了出来 因为这是他的马车 赶车的也是他的车夫 也是他闹着要先走的 结果竟然出事了 哦 刚才有人骑马越过咱们 刚到前面 这马就受惊了 乱蹦乱踢的 想咱们的马 吓了一跳 车夫一脸的委屈 还好有人急事过来 击毙了那匹马 许儿 没事吧 此时 后面的顾清衡 也赶了过来 没事 杨他们呢 后面没事 顾清衡摇摇头 走到了前面 一匹白马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旁边站着一个 一脸惊恐的少年 显然刚才 就是他骑的马轻了 不远处站着两个黑衣男子 应该就是刚才出手 击毙白马的人 因为那人是背对着这边站的 所以杨如新并没有看清他的模样 倒是看清了那个惹祸的 虽然是少年打扮 可是一看就知道 是女孩子假扮的 而此时 后面的车轮声响起 一辆马车赶了过来 从车上冲下来一个妇人 上下检查那个少年 柔儿 没事吧 没事 少年的脸色苍白 却强忍着 没有掉眼泪 妇人也不忍心责备自己的女儿 只能冲着那黑衣人道谢 举手之劳 黑衣人转过身来 淡淡一笑 不过 倒是差点带来人家的马车翻车呢 那夫人一听 急忙又过来道歉 没事就好 杨如新摆了摆手 反正也没什么事 就没必要太较真了 姑娘 那黑衣男子却忽然走到了杨如新的跟前 好巧啊 顾清衡急忙走过来 站在了杨如新的身边 原来是宋三公子呀 真是好巧 其实刚才 他就认出了对方 正是那个被新儿从柴群里救下来的男人 不过 如果他不打招呼 他也没打算说 现在 他主动跟新儿说话 那么他就不能措施不管了 第一次就知道 这是个危险的男人 宋三只是保持着微笑的 冲顾惊衡点点头 却并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将目光落在了杨如新的身上 哼 怪不得刚才 我感觉有点熟悉呢 你也是百花线人 哦 不是 我的伤未欲 宋三摇摇头 杨如新点点头 自己救下他的时候 他伤得的确很厉害 找个地方养伤 也说得过去 此时 后面的侍卫 已经将躺在路边的死马 拖到了一边 道路畅通了 袁梦主也派人过来询问情况 走吧 顾欣行对宋三的无事 也不生气 握住了杨如新的手 眼神温柔的 能腻死人 嗯 杨如新点头 看了眼宋三 我们先走了 告辞 姑娘 杨如新的手 杨如新的手 宋三上前一步 拦住了杨如新 我夫家姓顾 我夫家姓顾 你可以叫我顾夫人 好了 告辞 然后静止上了马车 看着马车远去 宋三那漂亮的毛子 微微地瞇了一下 还是那么有个性 不过没关系 一会儿就又见面了 公子 那个少年忽然叫了一声 几步走到了对方的眼前 宋三皱着眉头 看着眼前女扮男装的少年 谢谢公子 刚才要不是 少年的脸上 飞起了两朵可疑的红韵 请问公子贵姓 宋三的眉头皱了一下 眼里闪过一抹厌恶 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就走了 哎 少年被无视了 顿时有些羞愤上火 想要去追人家 荣儿 好了 之前的少妇 急忙拉住少年 时候不早了 赶紧上车吧 再耽搁下去 就赶不上摘饭了 大小姐那边估计 该等极了 这儿小姑就是不省心 非要骑马 要是刚才出个什么事 我要怎么交代 以后万不能跟这个小祖宗 一起出门了 少年这才不情不愿地上了马车 却将杨如新给怨上了 人家公子跟你说话 你都不搭理人家 害得人家公子心情不好 连我都不搭理了 不过 看那位公子 好像也是往清莲寺方向去的 那说不定 一会儿还能遇到 清莲寺就在清莲山的山脚下 据说因为很早之前 早到无宗考据 有个叫清莲的僧人 陨游到此定居 他经常为周围的百姓治病 死后就葬在山坡上 原本居住的茅屋 就被称为清莲居 后来不断地被修弃 就成了清莲寺 这座山也被称为清莲山 清莲山并不高 不过风景很好 周围还有不少的自然村落 在山脚下 有一个很大的水池 叫清莲池 据说是清莲寺的僧人们 挖掘出来的 不仅在里面种满了荷花 池边还修建了一个 两米多高的滴水观音 脚踏莲花座的汉白玉雕像 如今 这清莲池 已经成为了放生池 和许愿池了 不过此时是冬天 看不到花朵 只能看见 那栩栩柔生的欢音像 今天是初三 来上乡的人还真不少 袁孟竹提前订了斋饭 而且还是县令夫人 所以 他们并没有在山脚下下车 而是从旁边的一条路 又往上跑了一段之后 这才停了下来 因为有下人提前过来打点过了 所以此时 有个小和尚 已经等候在车里了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腊席山里汉